大马雇主联合会早前嘲讽 经济部长拉斐兹不务正业 月组带袍插手人力资源不识项 对渐进市新金制指指点点 人资部长西华古马则为拉斐兹护航 西华古马表示 尽管工资问题和人力业政策 属于人资部的职权范围 但是经济部长绝对有能力 针对哪一些政策有利国家发展 发表看法 西华表示 政府目前确实在研究 渐进市新金制模式的公平性 人资部也将在来临的8月份 向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提出有关问题 而拉斐兹和他也是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成员 政府拟定中的渐进市新金制 可能迫使雇主每年加薪 拉斐兹前就表示 这项建议可能遭到强烈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